在视频里大家约好了 要来帮你加加酒的游戏 那这个动物有谁呢 有小猫 小松鼠 小猴子 小兔子 和小熊哦 小松鼠拿着一个香菇说 嗯,我来当猪妈妈 小熊说 那我来当猪大哥 小猫拿着叶子说 那我是猪二哥 小兔子说 那我演猪小弟 小猴子开始心虚说 我 我 我忘记了 我要当大野狼 结果他什么都没准备 小兔子说 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演 三只小猪该把屋呢 大家都骂小猴子说 小猴子啊 你真的不应该 这样你害我们全部都不能玩游戏了 小猴子觉得很不好意思 小猴子说对不起对不起 以后我一定会记得的 可是呢大家今天就没有办法完成角色扮演的游戏了 所以小猴子在大家的心目中真的是换了一个大叉叉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或是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还有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哦 饭饭酒宝贝们 你们都学会了吗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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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